字幕提供 好 各位筆友 大家晚安 那個今天這個直播 是比較沒有預期的 因為大眾白天在忙 好那個 因為香港這邊的筆友 有寄來到一隻李奧納多 要來修啦 因為就一直沒空弄啦 但是筆好像有點希望說能夠先解決 所以今天晚上臨時我們就先把他的這個包裹打開 然後看一下研究一下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我們今天的那個直播內容 主要就是針對這個李奧納多這一支筆的那個活塞拆裝 那因為他的那個他寄來的時候是已經阻不上去的狀態 所以我們收到筆的時候是這個狀態 收到筆的時候是這個狀態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告訴各位怎麼樣來 對這個模組來做拆卸安裝 怎麼樣對這個模組做拆卸安裝 那在說明之前 我必須先讚嘆一下 就是這個義大利人其實常從過去 就是在鋼筆的製作上 其實他們都蠻敢使用新技術的 都蠻敢使用新技術的 所以這一次這個活塞筆拿來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發現 第一個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他這個活塞系統還蠻有趣的 這個活塞系統還蠻有趣的 這個模組啊 這個模組是用3D列印做的 這個模組是用3D列印做的 那我們可以 因為今天要做這個直播 用的那個手機並沒有非常好 那個在看得清楚 請一下我們就將就一下 我們將就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模組 那各位可以仔細看 我盡量把那個痕跡照出來 你各位看了就理解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那個邊緣的那個光澤面 是一點一點的 邊緣的那個線條的光澤面是一點一點的 那個就是3D列印的那個塑膠絲 一圈一圈繞上去的那個狀態 有沒有看到 很明顯喔 很明顯嗎 都是那個塑膠絲3D列印做出來的狀態 然後你仔細看這個光澤表面 它也是有線條的 我盡量盡量把它拍進去 有沒有看到 它都是有線條 所以它這一個活塞模組 它是用3D列印去做出來的 那這種做法當然就是 很有利於量產 就不需要 也可以大幅度的那個 節省模具的費用 也這樣大大的 這樣做的難度 而且在整個使用上 強度什麼的都很好 所以我只能說這個可能 這種玩法以後會越來越普遍 然後你看這個 這個裸桿也是一樣 而且3D列印它的那個裸桿 已經可以做到這種程度了 所以真的是 好,然後你看它的組裝 它這個裸桿 它這個裸桿塞到這個後旋尾之後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卡榫 這邊有一個卡榫在插銷 有一個插銷在插進去固定 所以理論上 如果這一根裸桿如果折斷損壞的時候 藉由這個插銷的拆卸 它就可以把這個活塞進行 把這個裸桿進行更換 那包含外面這個就比較無所謂 那當然前面這個 矽膠的那個活塞 當然它就是 這個就是要建模射出的 這種東西就是要建模射出的 所以 這個 這個模組的部分 分享給大家 你看 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3D列印 搞的 搞的大師兄都想要去買一台來玩 OK 所以 這個模組 這個模組 基本上它就是用3D列印的方式 其次 因為這個 里奧納多的筆身 它的筆身 當然外面這一段 當然一定是用車的 但是我也在懷疑它的內 就是那個內孔 因為它那個 因為這一個模組 它是要走軌道的 這一個模組 它的 這個地方是有軌道的 那這個軌道在旋轉的時候 它必須能夠被固定 這個是活塞模組 一定要有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條件 這裡一定要是被固定 而且有一個滑軌 對 這一個筆身 如果各位你 等一下我們講 怎麼樣拆卸之後 如果你手上是有里奧納多的人 你可以自己拆下來看 你就會看到它這個筆身的那個內管 在 我不知道每一支筆有沒有一樣 這一支筆它是沿著這一個 這邊有一個里奧納多 Officina的字樣 沿著字樣的這個位置 它剛好就是兩道 兩個軌道 一個在這邊 一個在這邊 上下各一條軌道 然後讓這個活塞模組 再裝上去的時候 能夠被順著這軌道行走 那也因為這個原則 所以 我們等一下再安裝這一個 活塞模組的時候 這個軌道 這兩個固定 固定的那個卡榫 就必須要對著這一個方 對著這一個 這兩條軌道 把它安裝進去 那這樣的話 你的這個活塞才有辦法裝進去 才有辦法裝進去 才有辦法裝進去 簡單的介紹 我們就先介紹到這一邊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進行一個模組的組裝 進行一個模組的組裝 那我希望各位經由這個影片 你也可以自己拆體到那多 有那麼冷嗎 今天24度 很冷 很要命 而且大師兄很怕冷 因為大師兄比較 大師兄體質比較焦貴一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樣安裝 我組裝一下 我把我的手機架 架到架上架起來 架起來 對 這樣子我要怎麼 唉唷 沒有錯 把它換了過去 好 好我們現在把那個鏡頭 調下來一下 好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安裝 那 我首先要先講 這個模組 它是可以被 這樣子拆卸下來的 好 那我剛剛講的這個插銷的部分 只要把它 撞出來 那這個就可以抽出來 那我們今天就不拆這個部分 我們今天就不拆這個部分 那我們現在就來想說 要怎麼樣來安裝這一個活塞模組 好 那因為剛剛我已經簡單的介紹 這個筆聲裡面的結構 所以我們也不去 不去拍它 因為拍不出來 那個地方 那個是太黑的 我直接講說 這一支筆的軌道 它就是對著這一行 李奧納多 Officina的這個字樣 好 所以我們這個耳朵 這個活塞模組的耳朵 就是對著這個方向 然後我們把這一個模組 把這一個活塞的推感 把它推到剛剛好結合的狀態 我們再看一遍 剛轉進去 能夠結合 但是不要鬆脫的情形下 好 然後對好這個軌道 然後把它 裝進去 裝到底 裝到底之後 然後先退出來 好 再把它 再推進去一點 好 因為它這個螺 這個螺桿的前方 這個地方是平的 可以稍微去頂它裡面 把它 推到底 好推到推不進去之後呢 裝上去 有沒有看到 現在我們只要螺桿 還沒有轉的情形下 它就已經快要接觸到螺亞了 好 各位這樣有沒有看見 它這邊就已經快要接觸到螺亞了 好所以這個是我們就可以開始轉 轉到螺亞 開始接觸的時候 就一路轉進去 好 那轉到差不多的時候 會有一個這樣子的距離 你就是放膽開始繼續轉 你會聽到 一段一段的鎖進去 好 鎖到緊 好 這個時候 就是組裝完成 好 那我們就可以 退 你看好 我們現在把它退到底 退到這個樣子 退到這個樣子 基本上就是不能動了 表示那個活塞已經被你頂到最前方 好 那鎖回去的時候也是很順暢 好 完全沒有什麼問題 好 OK 李奧納多的活塞模組就這樣轉完了 那 我必須說這個組裝方式 其實就跟那個鐵力士18是一樣的 好 很類似啊 好 那接下來問題是 我們要怎麼樣把它拆卸 好 也是一樣 先 往後轉 好 轉到不能轉 的時候 再繼續用力轉 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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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在轉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建議各位就是輕輕的轉 好 不要太用力 好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 這根螺桿抽出來 那這個時候看到螺桿出來的時候 不要緊張齁 不要覺得 啊 死了 好 不需要不要緊張齁 拉出來這個時候 你如果要把裡面的那個模組拉出來 很簡單 就是你進去 轉一點點 然後 然後 勾住你 勾住裡面的那個螺亞 然後把他抓出來 看起來是頂著很裡面抓不太出來的感覺 好 OK 這樣就拉出來了 好 用你的螺桿去 套上他的那個 這個行程 然後把他拉出來 好 所以 迪奧納多活塞模組的拆裝 就是這個樣子 好 就是這個樣子 那一樣 我們再把他推回去一次 好 一樣 先把你的這個 耳朵拉到最長 好 好 然後呢 對著這個字樣 對著這個 里奧納多活塞模組的字樣 好 然後跟他的耳朵對正 伸到底 伸到底 好 把它鎖進去 起來 起來起來起來 起來 好 輕輕的 欸 鎖緊了 好 鎖緊了 好 那這個活塞就完成了 這個活塞這樣就完成了 好 這樣有問題嗎 好 現在我們再把鏡頭切回來 好 OK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各位你們學會了嗎 李奧納多的活塞拆卸方式 好 我知道各位 有不少 我知道斷血流裡面的筆有有不少人都有這一支筆啊 所以 以後如果 要去拆卸它的時候 就是可以按照剛剛我們影片上面介紹的這個方式去拆卸 但是我最後我還是必須講 就是 就是 因為它就是活塞筆了 所以你的清洗 還是盡量以使用活塞 的方式來處理 盡量還是不要去拆 因為 我們剛剛聽到的那個 啪啪啪啪啪啪 其實就是 裸桿 上面的裸牙要想辦法 它努力去掙脫那個模組 而產生的一個摩擦 好 所以塑膠跟塑膠的摩擦久了 勢必就會產生一定的磨損 這一點必須還是要再次強調 好 所以這個部分 要跟各位講 就是 非不得已的時候 我們才去拆 這個活塞模組 好 如果平常的時候 你如果要洗筆 好 那我還是建議各位你們就是運用那個活塞的 方式 去 對這支筆去做清洗 也就夠了 也就夠了 好的 那這樣我們今天的那個介紹就到這一邊 介紹就到這一邊 那基本上李奧納多這支筆 我是覺得還蠻漂亮的 因為以前 之前我都沒有看到他的那個 我之前都沒有看到他的 就是其他人 有做一些比較詳細的 對這支筆的詳細的說明 但是我必須講 他用的 他這支筆尖 看起來應該是 BOC的筆尖 但是 我其他人的我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手上看到了這一支 他的打磨 他的打磨還不錯 他的打磨還不錯 還蠻有下功夫的 所以這支筆應該是蠻好寫的 這支筆應該是蠻好寫的 而且他用的這個是 硬橡膠筆尖 所以 看起來好像是 蠻不錯寫的 這支筆應該會蠻不錯寫的 那由於他的筆尖 並不是使用那個 就是他不是用那個Place去壓的 這個看起來也不太像雷雕 他有點像雞雕 他的工法 就跟人家不一樣 我拍給各位看 他的筆尖的處置方式 比較像雞雕 但是又像雷雕 如果這個東西是用雷雕雕的話 那他的那個 他的雷射強度 跟精密度應該是 比一般市面的雷射強 雷射的強度還要高 我覺得不太像雷射 各位看到 他的那個 Leonardo 的這個字樣 還有他下面這個Q 特別的立體有沒有 一般雷雕是打不出 這麼清晰的 這麼清晰 這麼清晰 斷面這麼漂亮的 的字樣 我把它擦一擦 這個這樣看 看不清楚 好 所以我覺得 欸 還弄這個 義大利 義大利人還弄得不錯 欸 雖然說這個 欸 弄得不錯 看一下 好 那我們就今天 是那個 這個世界鋼筆日的第三天嗎 欸 怎麼了 鋼印也沒有辦法打到 打把那個字樣打的 打得那麼銳利啊 好鋼印也做不到 然後雷雕 其實我以我看過的雷雕也做不到 這搞不好是基雕的 他就下面這個585跟14K 這個就是用PLACE打的 怎麼了 他用14K 他這個 字樣用PLACE打的 他就 難免在那個 字樣比較細小的地方 會比較模糊 有沒有 你看那個585的8 特別淺 好 因為他那個地方是 字樣比較連續 那個就 倒下去就 比較淺 下面這個14K 下面這個14K 打得蠻清楚的 可是就字樣還是 稍微會 比較模糊 但是我們如果看到上面這個 李奧納多跟他這個 廠牌揮記 他的那個字樣 你看那個1 那個1的每一個零零角角 都相當的銳利 你看O 包含下面這個Officine 這個字樣 他字體已經小到 比剛剛下面那個14K還要小 可是他的那個字體銳利度 卻比那個14K還要明顯 所以這個打 這個 這個字樣的這個處置方式 應該是一個黑科技喔 或者是 各位 如果 如果你們對於這個部分的技術 有進一步的認識 可以跟大師兄講 這應該是 我猜應該是基調 而且是精密度蠻高的基調 因為他的那個字樣 深度很深 你看他下面這兩個翅膀 他兩個翅膀 我們現在看上面 翅膀的右邊 我們用這個角度去側拍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那個深度還刻得蠻深的 有一定的深度伸進去 但是邊緣都是很銳利的 邊緣都是很銳利的 所以我說 這個基調應該是精密度蠻高的基調 你看那個F 那個F的那個斷面 非常的清晰阿 那個F的字樣 而且粗跟細 很清楚能夠被辨識 被辨別阿 阿這個R N 對了 這應該是基調阿 因為Place Place的話那個字的邊緣都會變形 金屬 金屬的那個波浪面會變形 但是這個不會阿 這個不會阿 這個不會 所以我必須說這個 義大利人雖然浪漫 但是在使用這些技術上面 也真的是還蠻有一套的 蠻有一套的 蠻有一套的 好 那我們剛剛講說它那個 那個筆尖阿 有沒有 看筆尖 這個筆尖給我 給我有一點那種老百利金的感覺 但是那個 當然它的斜面不一樣 我都說的是那個筆尖的側面 筆尖一點的側面給我有那種老百利金的感覺 但是它的斜面就顯得比較圓頓一點 比較圓比較頓 那這種圓頓的一個結構 其實是比較適合英文阿 因為寫面比較寬嘛 然後我們從正面去看 它的一點還蠻圓潤的 那個 那個 弧面都還蠻圓潤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支應該就是寫英文很適合 寫英文很適合 好 OK 那講到這邊 好 講 好 講到這邊 那大師傭又完成了一個任務 這個是香港筆尾寄來的一個要維修的筆 他本來還在煩惱說 如果大師傭這邊搞不定的話 他恐怕就要寄到 寄回去義大利處理了 那恭喜 恭喜 恭喜香港筆尾 你不用寄回去了 過幾天我就會寄回去香港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那個 臨時直播就到這一邊 臨時直播就到這邊 改天想要拆李安娜都活塞的 看這個影片 好不好 看這個影片 那同時我這個影片 我也會放到那個Youtube 放到Youtube 要追蹤 要追蹤Youtube 大師兄的 可以去追蹤 打開 打開訂閱 按下小鈴鐺 OK 拜拜